这边来看一下时装反场投票第三天的一个票数情况 国会这边条相识的敬业不在 试头的话有点猛样 从昨天的第四名上升至第二名 而心理学家常阅和杰克的夜来乡的票数逐渐拉大 如果按照目前这票数排名的话 常阅到时候是会落选的 然后是病患的新城 虽然说挤进了前八名 但是与第六名票数的话差距悬殊 感觉剩下三天时间的话不太有感超的可能 而记录员的迪造者的话则是跌出了前二十 国服这边第三天最终排名情况如下 会反场的时装也给大家用黄底做了标注 再来看一下国际服这边 排名上的话没有变化 而且票数差距上的话也基本稳定 最终排名大概率的话也不会有所改动 和国服一样 国际服这边的反场时装也给大家用黄底标注了出来 另外就是有粉丝说小情理金皮会在七夕反场 我这边看了下我之前整理的资料 好像官方的话并没有明确说过这条信息 所以七夕鞋是否会反场长夜更新陈 还没有确定的排期 好了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